欢迎收看自由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穷游 穷游到了桂林阳朔 一路颠簸 首先一来到这里 给我第一感觉 香 什么香呢 桂花香 就是这个桂花树的特别香 香到就感觉洒了特别多的那种香水一样 因为很奇了 我刚才从这边下车之后呢 就看到了这一边桂林特有的风貌 卡斯特地貌 然后就是那个山 我们找到了一家住宿的地方 这个住宿地方离西街非常的近 只有三分钟的路程 所以这个位置算是很好了 但是又远离着西街那种喧闹声 对话不多说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地方 哇 这一边的温度是比广州那边 温度低那么两三度的 所以看到这种暖光的话 就还是有点温馨 一进来这个寝宾的话 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古朴的 这里还有一个喝茶的地方 说明这个旅店的老板 还是比较有情调的一个人 然后在他这里我还看到了 有几个石头雕刻出来的壁画吧 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因为很多汇宁这边客栈都是民房改造的 所以他没有电梯 如果你行李多的话就只能够自己搬上去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这里的三楼 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 嘿 我想试一下把这个地方的这里打开 这里窗户一打开就能够看见桂林这边的山景 觉得视觉还是挺不错的 进来看一下这个房间感觉还可以 天花板上的灯都是暖光灯 它这种帘子比较鲜亮的颜色 还有这个窗户的窗帘它也是比较鲜亮的颜色 它这种房间设计的风格还是比较有东南亚风格 天花板上的那种香蕉还挺有趣的 挂在这上面 这间客房的价格呢 我们才花了102块钱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优惠 这里呢地理位置又是特别好 然后在那附近呢就是一个公安局 带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 厕所 哎感觉挺小 但是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干净 然后呢它这有空调 电视机 它这里有吹风机 女生来这里住的话吹头发什么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种有一次性的用品 它这一共大概有4000的吧 我发现它这里这种客房 它这种壁画呀 还有这个天花上面的那种壁画 还有这墙上的这种丛林风格 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这个窗户的景色 然后呢它这里还有一个塔塔米 这个人叫塔塔米 然后在这里捧上一本书 然后看这幻灵的风景 就是非常惬意 然后舒适 就算了 这种产品 是不是 感谢观看